撒姆尔记下第一章 扫罗死后,大卫杀退了亚玛利人回来,就在喜格拉住了两天。 第三天,忽然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回来,衣服撕裂,头上蒙灰。 这人一来到大卫面前,就俯伏在地上叩拜他。 大卫问他,你从哪里来?他对他说,我是从以色列的营中逃出来的。 大卫又问他,情况怎么样?请你告诉我。 他回答,众人都逃离战场,他们中间不但有许多人倒地阵亡,连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于是,大卫问那向他报信的年轻人,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死了呢? 那个向大卫报信的年轻人回答,我刚巧在吉利波山,看见扫罗靠在自己的锚枪上。 又见有战车和马兵紧紧地追赶他,他回头看到我就呼唤我,我说我在这里。 他问我,你是谁?我回答他,我是亚玛丽人。 于是他对我说,请你站到我身边来,把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却还死不了。 我就站到他身边去,把他杀了,因为我知道他一倒下,就不能再活了。 我摘下他头上的王冠,去下他臂上的手镯,带到这里来奉给我主。 大卫就抓住自己的衣服,把他们全都撕裂,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也都是这样。 他们为了扫罗他的儿子约拿丹,耶和华的子民和以色列家的缘故悲哀,哭泣,禁食直到晚上,因为他们已经倒闭在刀下。 大卫问那向他报信的年轻人,你是哪里的人? 他回答,我是个寄居这地的亚玛丽人的儿子。 大卫对他说,你伸手毁灭耶和华的受高者,怎么还不惧怕呢? 于是大卫叫了一个年轻人来,说,你上前去,砍倒他。 那年轻人急杀他,他就死了。 大卫对他说,你留人写的罪,要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证,指控自己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为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做了这首哀歌。 他又吩咐要把这首公歌教导犹大人。 这首歌记录在亚沙尔书上。 以色列啊,尊荣的人都在高处被杀,勇士怎么都已扑倒。 你们不要在加特报道,不要在雅石基伦的街上宣扬,免得非力士的女子欢喜,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快乐。 基利波的群山啊,愿雨露都不降在你们上面,愿你们的田地不产共物,因为勇士的盾牌在那里变污,扫罗的盾牌没有用油抹量。 不见被杀者的血,勇士的指油,约拿丹的弓不缩回,扫罗的剑也不空空返回。 扫罗和约拿丹生时相亲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他们比鹰还快速,比狮子更勇猛。 以色列的女子啊,你们要为扫罗哭泣。 他曾给你们穿上紫色豪华的衣服,又给你们的外衣加上金饰。 勇士怎么会在战阵上倒闭? 约拿丹在高处被刺死。 我的兄弟约拿丹啊,我为你悲痛,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对我的爱情远超过妇女的爱情。 勇士怎么会倒闭? 征战的武器怎么会毁灭? 撒姆尔记下第二章 这事以后,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上尤大的一座城去吗? 耶和华回答,你上去吧。 大卫又问, 我应该上到哪里去呢? 他回答,上西伯伦去。 于是大卫带着他的两个妻子, 一个是耶斯列人亚西暖, 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子的亚比该, 上到那里去了。 大卫也把与他在一起的人, 和他们个人的家眷都带上去。 他们就在西伯伦的城镇里住下来。 于是犹大人来到西伯伦, 在那里高立了大卫做王, 统治犹大家。 有人报告大卫说, 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 大卫就差派使者到基列亚比人那里去, 对他们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 因为你们厚待了你们的主扫罗, 把他埋葬了。 你们既做了这事, 现在就愿耶和华以慈爱和诚实带你们, 我也要善待你们。 现在你们要坚强, 要做勇敢的人, 因为你们的主扫罗已经死了, 犹大家已经高立了我做他们的王了。 当时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已经领着扫罗的儿子伊什波社, 把他带过河到马哈念去, 并且立了他做王, 统治基列、亚书利、 耶色列、以法连、 汴亚敏和以色列众人。 扫罗的儿子伊什波社 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已经四十岁, 他做王共两年。 犹大家却追随大卫。 大卫在西伯伦做王统治犹大家的时候, 共有七年零六个月。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带着扫罗的儿子伊什波社的仆从 离开马哈念, 到积便去。 席鲁亚的儿子约亚和大卫的臣仆也出来, 在积便的水池旁边与他们会面。 大家都坐下, 一对在水池这边, 一对在水池那边。 亚尼尔对约亚说,"让年轻人起来, 在我们面前比比武。 约亚说,"好,叫他们起来。 他们就起来, 按着人数走过去。 数变雅敏就是属扫罗的儿子伊什波社的, 有十二人, 数大卫臣仆的也有十二人。 他们个人都紧紧抓住对手的头, 用刀刺进对手的肋旁, 于是他们全都倒闭。 所以在积便那地方就叫做西利甲哈苏林。 那天的战事非常激烈, 结果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臣仆面前。 席鲁亚的三个儿子, 约亚、雅比筛和雅萨黑都在那里。 雅萨黑的腿轻快如野地的羚羊一般。 雅萨黑追赶亚尼尔, 紧紧地跟着他, 不偏左也不偏右。 雅尼尔往后瞧着, 说, 你是雅萨黑吗? 他回答, 我正是。 雅尼尔对他说, 你或转左或转右, 抓住一个年轻人夺去他的武器吧。 可是雅萨黑不愿意离开不追赶他。 雅尼尔再一次对雅萨黑说, 你离开别追赶我, 我为什么要把你砍倒在地上呢? 以后怎么还有脸见你的哥哥约亚呢? 雅萨黑不肯离开。 所以雅尼尔就用枪的尾端刺入了他的肚子, 枪从他的背后穿出, 雅萨黑扑倒在那里当场死了。 所有来到雅萨黑倒闭的地方的人都站住不动。 约亚和雅比筛却继续追赶雅尼尔。 日落的时候, 他们来到雅马山, 就在通往积汴旷野的路旁, 积雅的对面。 汴雅敏人集结在雅尼尔后面, 站在一座山头上, 列成一个队伍。 雅尼尔对约亚喊叫说, 刀剑要不停地杀人吗? 你不知道结局是痛苦的吗?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吩咐人民转去, 不追赶自己的兄弟呢? 约亚说, 我指着永活的神启示, 如果你们没有说过比武的话, 大家必在早晨的时候离去, 不再追赶自己的兄弟。 于是约亚吹响号角, 众人就站住, 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也不再打仗了。 雅尼尔和属他的人, 整夜走过雅拉巴, 渡过约旦河, 又走过碧伦, 才回到马哈念。 约亚追赶雅尼尔回来, 集合所有人的时候, 发现在大卫的臣仆中, 除了雅萨黑以外, 还少了十九个人。 但大卫的臣仆, 集杀变雅敏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 共有三百六十人死了。 他们把雅萨黑抬回去, 埋葬在伯利恒他父亲的坟墓里, 约亚和属他的人走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才回到西伯伦。 撒姆尔记下第三章 扫罗加和大卫加之间的战争相持很久, 大卫加逐渐兴盛, 扫罗加却日趋衰违。 大卫在西伯伦生了几个儿子, 他的长子暗嫩, 是耶色列人亚西暖所生的, 四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子雅比该所生的, 三子亚沙龙是基数王达玛的女儿玛加所生的, 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 五子士法提亚是雅比他所生的, 六子以特念是大卫妻子以格拉所生的。 这些儿子都是大卫在西伯伦所生的。 当扫罗加和大卫加交战的时候, 亚尼尔在扫罗加的权势日渐强大。 扫罗有一个妃子, 名叫利斯巴, 是艾雅的女儿。 医师波社对亚尼尔说, 你为什么亲近我父亲的妃子呢? 亚尼尔因医师波社的话非常愤怒, 说, 我是有大家的狗头吗? 今天我后代你的父亲扫罗加, 他的兄弟和他的朋友, 没有把你交在大卫的手中。 可是, 今天你敬畏了这女人的事来找我的错。 我若不按着耶和华向大卫所启示应许地去行, 废去扫罗加的王国, 建立大卫的王位, 使他统治以色列和尤达, 从但直到别世吧, 愿神降伐亚尼尔, 重重地降伐他。 医师波社因为惧怕亚尼尔, 就连一句话也不敢回答他。 亚尼尔差派使者代表他去见大卫, 说, 这地是属谁的呢? 又说, 你与我立约, 我就必帮助你, 使全以色列都归顺你。 大卫说, 好, 我与你立约, 不过, 我要求你一件事, 你来见我面的时候, 首先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 否则你必不得见我的面。 后来大卫差派使者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施波社说, 请你把我的妻子米甲还给我, 她是我从前用一百个非力士人的包皮聘下的。 于是, 伊施波社派人去, 把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 米甲的丈夫与他一起去, 跟在他后面, 一边走, 一边哭, 一直跟到巴护林。 亚尼尔对他说, 你去吧, 回去吧。 他只好回去了。 亚尼尔与以色列的长老商议说, 从前你们希望大卫做你们的王, 现在可以实现了。 因为耶和华曾经论到大卫说, 我要借着我的仆人大卫的手, 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从非力士人和他们所有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 亚尼尔也把这话说给汴亚敏人听, 然后又去西伯伦把以色列人和汴亚敏全都同意的一切事说给大卫听。 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西伯伦见大卫的时候, 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与他同来的人摆设宴席。 后来, 亚尼尔对大卫说, 让我去把以色列众人召集到我主我王这里来, 好叫他们与你立约。 这样, 你就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愿统治所有的人。 于是大卫打发亚尼尔回去, 他就平平安安地走了。 那时, 大卫的臣仆和约压攻击敌人回来, 带回许多的战利品。 当时亚尼尔不在西伯伦大卫那里, 因为大卫已经打发他离去, 他也平平安安地走了。 约压和跟随他的全军一到达, 就有人告诉约压,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经来见过王。 王打发他离去, 他已经平平安安地走了。 约压进去见王, 说, 你做了什么事?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你, 你为什么把他送走? 现在他已经平平安安地走了。 你认识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他来是要欺骗你, 是要了解你的起居行动 和你所做的一切事。 约压从大卫那里出来, 就拆派使者去追赶亚尼尔。 使者从希拉的水井那里把他带回来, 可是大卫一点都不知道。 亚尼尔回到了西伯伦, 约压就拉他到城门旁边与他密谈。 约压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子, 他就死了。 这样他替自己的兄弟亚撒黑报了血仇。 事后,大卫听到了, 就说, 关于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案, 我和我的国家在耶和华面前永远是无辜的。 愿这流人血的罪归到约压的头上和他父亲的全家, 又愿约压家不断游患血漏病的、 长麻风的、 拿拐杖的、 倒闭在剑下的和缺乏粮食的。 因亚尼尔在激变的战场上杀死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 约压和他的兄弟亚比筛就杀了亚尼尔。 大卫对约压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说, 你们要撕裂衣服, 腰束麻布, 在亚尼尔面前哀哭。 大卫王也走在棺木后面, 他们把亚尼尔埋葬在西伯伦。 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大哭, 众人也都哭了。 王又为亚尼尔做了哀歌, 说, 难道亚尼尔死去, 要像愚望的人死去一样吗? 你的手没有被绳索绑住, 你的脚也没有被铜链锁住。 你倒闭, 好像人在暴徒面前倒闭一样。 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 还在白天的时候, 众人都来劝大卫吃点饭。 大卫启示说, 我若在日落以前吃饭或吃什么东西, 愿神降伐我, 重重地降伐我。 众人看见了就都喜悦, 王所做的一切他们都很喜悦。 那一天, 众人和全以色列都知道, 杀死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不是出于王的意思。 王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不知道, 今天在以色列中, 有一位将领和伟人倒闭了吗? 今天, 我虽然受高为王, 但我还是幼弱的。 席鲁亚的两个儿子太强了, 非我所能应付。 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 报应恶人。 撒罗的儿子伊施波社听见亚尼尔在西伯伦死了, 就怕得手都发软。 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失措。 扫罗的儿子伊施波社, 有两个统帅突击队的将领, 一个名叫巴拿, 一个名叫利甲。 他们是汴亚敏支派比鲁人临门的儿子。 比鲁也算是汴亚敏的一部分。 比鲁人原先逃到吉他因, 就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 双腿都薄了。 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 从耶色列传道的时候, 他才五岁。 他的儒母抱着他逃跑。 儒母在慌忙中逃跑, 孩子掉了下来, 腿就瘸了。 他的名字叫米菲波社。 比鲁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 约在正午炎热的时候来到医师波社的家。 医师波社正在睡午觉。 他们进了屋里, 假装要拿麦子, 就刺透医师波社的杜妇。 然后,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都逃脱了。 他们进屋子的时候, 医师波社正在自己的卧室里躺在床上。 他们刺透他, 把他杀死, 然后割下他的头, 拿着头颅在亚拉巴的路上走了一夜。 把医师波社的头带到西伯伦去见大卫, 对王说, 你的仇敌扫罗过去常常寻损你的命。 看啊, 这是他儿子医师波社的头。 今天, 耶和华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 为我主我王报了仇了。 大卫回答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 我指着那曾救赎我的命, 脱离一切患难的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从前有人向我报信说, 看啊, 扫罗死了。 他自以为是报好消息。 我却抓住他, 把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是我给他做报好消息的仇报。 何况恶人在义人的家里, 把义人杀在床上。 现在, 我怎能不从你们手中追讨流他血的罪, 把你们从这世上除灭呢? 于是, 大卫吩咐年轻人把他们杀了, 并且砍断他们的手脚, 把身体挂在西伯伦的水池旁边。 却把医师剥舍的头拿去, 埋葬在西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 撒姆尔记下第五章 以色列众之派都到西伯伦来见大卫, 说, 看啊, 我们都是你的骨肉至亲, 从前扫罗做我们的王的时候, 领导以色列人行动的是你。 耶和华也曾对你说, 你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 要做以色列的领袖。 以色列的众长老都到西伯伦来见王, 大卫王在西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登基的时候是三十岁, 在位共四十年。 他在西伯伦做犹大的王七年零六个月, 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三十三年。 大卫和随从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 要攻打住在那地的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对大卫说, 你不能进这里来, 这些瞎眼的、跛脚的, 就能把你抵挡住。 他们心里想, 大卫绝不能进那里去。 大卫却攻取了西安的宝杖, 就是大卫的城。 那一天大卫说, 攻打耶布斯人的, 要把大卫心中恨恶的瞎子和瘸子丢进水沟里。 因此,有句俗语说, 瞎眼的或瘸腿的都不能进殿里。 后来,大卫住在宝杖里, 称宝杖为大卫的城。 大卫又从米罗向里面周围築墙。 大卫渐渐渐强大, 因为耶和华万军的神与他同在。 推罗王西兰差派使者来见大卫, 又送来香伯木、木匠和石匠。 他们就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 耶和华已经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又因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的缘故, 使他的国兴盛。 大卫离开西伯伦后, 在耶路撒冷又娶了多位非病, 并且生了很多儿女。 以下这些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孩子的名字。 非力士人听见有人高丽了大卫做王统治以色列人, 就全体上来搜寻大卫。 大卫听见了,就下到宝藏去。 非力士人来到,散布在立伐阴谷。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力士人吗? 你会把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把非力士人交在你手里。 于是大卫来到巴黎皮拉新, 在那里击败了非力士人,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我的敌人, 好像洪水冲破提案一般。 因此,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巴黎皮拉新。 非力士人把他们的神像遗弃在那里。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把他们拿走了。 非力士人又上来,散布在立伐阴谷。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 你不要直接上去, 要绕到他们后面, 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一听到桑林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赶快行动, 因为那时, 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出去, 击杀非力士人的军队了。 于是大卫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做, 击杀非力士人, 从加巴直到基瑟。 撒姆尔记下第六章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拣选出来的三万人。 大卫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启程前去, 要从巴拉犹大把神的约柜运来。 这约柜的名称是以坐在二基路伯之上 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而起的。 他们把神的约柜从山岗上 雅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 安放在一辆新车上。 雅比拿达的两个儿子 乌萨和雅西约赶着这辆新车。 车上有神的约柜。 雅西约走在约柜的前面。 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 用各种松木制造的乐器, 就是用琴、色、鼓、拔、螺、坐乐跳舞。 他们到了拿梗的打合场的时候, 因为牛几乎半倒,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耶和华的怒气向乌萨发作, 神因这错误的举动就当场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 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了乌萨, 就很生气, 因此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那一天, 大卫惧怕耶和华, 说, 耶和华的约柜, 怎可以到我这里来呢? 于是, 大卫不肯把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到他那里去, 却转运到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里去。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停留了三个月, 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 耶和华因为神的约柜的缘故, 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 大卫就去, 欢欢喜喜把神的约柜 从俄别以东的家抬上大卫的城里去。 那些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 大卫就献一头公牛和一只肥猪为继。 大卫竖着细麻布的乙福德, 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这样, 大卫和以色列全家以欢呼和绞声 把耶和华的约柜抬了上来。 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往外观看, 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跳跃舞蹈, 心里就鄙视他。 他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去, 安放在帐篷里他自己的地方, 就是安放在大卫给他支搭的帐篷里。 大卫就在耶和华面前献上梵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了梵祭和平安祭, 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人民祝福, 又分给众人, 就是分给以色列全体群众,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个枣饼, 一个葡萄干饼, 然后众人就各归各家去了。 大卫回去要给自己的家人祝福。 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见大卫, 说, 以色列王今天多么荣耀啊, 他今天竟在众臣仆的卑女面前去身露体, 就像一个卑贱的人露体一样。 大卫对米甲说, 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耶和华拣选了我, 使我高过你父亲和他的全家, 立我做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 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 我还要比今天这样更卑贱, 我要自视卑微。 至于你所说的那些卑女, 他们倒要尊重我。 扫罗的女儿米甲一直到他死的日子都没有生育。 撒姆尔记下第七章 那时王住在自己的宫中, 耶和华使他安享太平, 不受周围仇敌的侵扰。 王对拿丹仙之说, 你看, 我自己住在香伯木的宫里, 耶和华的约柜却停在帐幕内。 拿丹对王说, 你可以照着你心所想的一切去做, 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那天晚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拿丹说, 你去对我的仆人大卫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建造一座殿羽给我居住吗? 因为自从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上来的那天起, 直到今日, 我都没有住过殿羽。 我一直都住在帐篷和会幕里, 到处漂泊。 我与以色列众人一起走过的地方, 我可曾对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官长, 就是我所吩咐要牧养我子民以色列的说, 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建造一座香伯木的殿羽呢? 现在, 你要对我的仆人大卫这样说,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把你从牧场中, 从照顾羊群的工作中拣选出来, 使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领袖。 你无论到哪里去, 我都与你同在。 我必在你面前剪除你所有的仇敌, 我要使你得享大名, 像世上那些伟人的名一样。 我要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 不再受骚扰。 恶人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苦待他们, 像我立了世诗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那天以来那样。 我要使你安享太平, 不受你所有的仇敌侵扰。 耶和华向你宣告, 耶和华要亲自为你建立一个朝代。 到了你的寿数满足, 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 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 并且我要兼顾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 我要永远兴顾他的国位。 我要做他的父亲, 他要做我的儿子。 他若是犯了罪, 我要用人的形状, 用世人的鞭子纠正他。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 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 拿丹按着这一切话, 又照着全部的末世都对大卫说了。 于是, 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说, 主耶和华啊, 我是谁? 我的家又算什么? 你竟带领我到这地步? 主耶和华啊, 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事。 你也说到你仆人的家未来的事。 主耶和华啊, 这岂是人常遇到的事吗? 主耶和华啊, 你认识你的仆人, 大卫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说呢? 你因自己应许的缘故, 又按照你自己的心意, 行了这大事, 为要使你仆人明白。 主耶和华啊, 因此, 你是伟大的, 按照我们的耳朵所听见的, 没有像你的。 除了你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世上有哪一个国家, 像你的子民以色列呢? 神曾亲自救赎他们, 使他们做自己的子民, 又为他自己立名, 为他们做了大事, 为你的地, 做了可谓的事。 在你的子民面前, 就是你从埃及救赎出来, 归你自己的子民面前, 赶出了列国的人和他们的神。 你为自己建立了你的子民以色列, 使他们永远做你的子民。 耶和华啊, 你也做了他们的神。 耶和华神啊, 你所应许关于你仆人和他的家的话, 现在求你永远坚守, 并且照着你所说的去行吧。 这样, 你的名必永远为大, 以致人要说, 万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 你仆人大卫的家, 也必在你面前得监力。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因为你曾启示你的仆人说, 我要为你建立家世, 所以你的仆人才敢来向你做这样的祷告。 主耶和华啊, 你是神, 你的话是真实可信的。 你向你仆人应许了这美好的福分, 现在求你乐意赐福给你仆人的家, 使他在你面前可以永远存在。 主耶和华啊, 因为你曾经这样应许, 愿你仆人的家因你的赐福永远蒙福。 撒姆尔记下第八章 这世以后, 大卫攻打非利式人, 制服了他们。 大卫从非利式人手中取得了精诚的控制权。 他又击败摩押人, 使他们躺在地上, 用绳子量他们, 把量两绳的杀死, 让量一绳的存活。 这样, 摩押人就臣服大卫, 给他进贡。 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蟹, 往右发拉底河去, 要夺回他统治治和的势力的时候, 大卫就攻打他。 大卫从他那里掳获了寄兵一千七百, 步兵二万。 除了留下足够拉一百辆铁车的马以外, 大卫把其他所有拉战车的马都砍断提金。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协助索巴王哈大底蟹, 大卫就击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 于是, 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驻军, 这样, 亚兰人就臣服大卫, 给他进贡。 大卫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夺取了哈大底蟹臣仆所拿的金盾牌, 带回耶路撒冷。 大卫王又从哈大底蟹的两座城, 比他和比罗他夺取了大量的铜。 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打败了哈大底蟹的全军, 就差派他的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 向他问安, 祝贺他。 因为大卫和哈大底蟹征战, 竟击败了他。 原来陀以常常与哈大底蟹征战, 约兰手里还带着一些银器、 金器和铜器。 大卫王也把这些器皿, 连同他从他征服的各国得来的金银, 都一起分别为圣, 献给耶和华。 就是从以东、摩鸦、亚门人、非利式人、亚玛利人所得来的, 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蟹获得的战利品。 大卫在严谷击杀了一万八千以东人回来以后, 就大有名声。 他又在以东设立防军, 他在以东各地都设立防军。 所有以东人就都臣服大卫。 大卫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做王统治全以色列, 以公平和正义对待所有的人。 西路亚的儿子约亚做军队的统帅。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亚西徒的儿子萨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 西莱雅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同管基地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 撒姆尔记下第九章 大卫问, 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 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以慈爱待他。 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喜巴。 有人叫他来见大卫。 王问他, 你是喜巴吗? 他回答, 仆人正是。 王又问, 扫罗家还有人没有? 我要以神的慈爱待他。 喜巴回答王说, 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 他双脚残废了。 王又问他说, 他在哪里? 喜巴回答王说, 他在罗底巴雅米利的儿子玛吉加里。 于是大卫王派人去把他从罗底巴雅米利的儿子玛吉加里接来。 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社来到大卫面前俯伏叩拜。 大卫说, 米菲波社。 他回答, 仆人在这里。 大卫对他说, 你不要怕。 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 以慈爱待你, 把你祖父扫罗所有的田地都归还给你。 你也可以常常与我同席吃饭。 米菲波社再叩拜说, 仆人算什么? 你竟然眷顾我这个像条死狗的人。 王把扫罗的仆人喜巴召来, 对他说, 我已经把属于扫罗以及他全家所有的一切给了你主人的孙子。 你和你的儿子以及你的仆人都要替他耕种田地。 你要把所收获的拿来供他食用。 米菲波社要常常与我同席吃饭。 喜巴有十五个儿子, 三十个仆人。 喜巴对王说, 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一切, 仆人都必遵行。 于是米菲波社与王同桌吃饭, 像是王的一个儿子一样。 米菲波社有一个小儿子, 名叫米家, 住在喜巴家里的人, 都做了米菲波社的仆人。 这样, 米菲波社住在耶路撒冷, 常常与王同席吃饭, 可是他的双腿都是瘸的。 撒姆尔记下第十章 后来亚门人的王死了, 他的儿子哈嫩继承他做王。 大卫说, 我要恩代拿侠的儿子哈嫩, 像他父亲恩代我一样。 于是大卫差派自己的臣仆为他丧父的事安慰他。 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境内时, 亚门人的众领袖对他们的主哈嫩说, 大卫差派这些慰问的人到你这里来, 你以为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派遣臣仆到你这里来, 不是为了要窥探这城, 侦查清楚, 然后把城请父吗? 于是哈嫩拿住大卫的臣仆, 把他们的胡须剔去一半, 又把他们的外袍割去半截, 露出臀部, 然后才放他们走。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派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非常羞耻。 王就说, 你们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你们的胡须长长了才回来。 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 就派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 和索巴的亚兰人, 步兵二万, 马家王的人一千, 陀伯人一万二千。 大卫听见了, 就拆派约鸦和全体勇士出去。 亚门人出来, 在城门前摆阵, 索巴和利河的亚兰人, 陀伯人和马家人, 也分别在交野摆阵。 约鸦看见自己前后受敌, 就从以色列所有的精兵中挑选一部分出来, 使他们摆阵去迎战亚兰人。 他把其余的人交在他兄弟亚比塞手下, 使他们摆阵去迎战亚门人。 约鸦对亚比塞说, 如果亚兰人比我强, 你就来帮助我。 如果亚门人比你强, 我就去帮助你。 你要刚强, 为了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神的重城镇, 我们要刚强。 愿耶和华成全他看为美的事。 于是约鸦和与他在一起的人前进, 攻击亚兰人。 亚兰人在约鸦面前逃跑。 亚门人看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雅比山面前逃跑, 逃进城里去了。 约鸦就从亚门人那里回来, 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击败, 就再聚集起来。 哈大底线差遣人把右发拉底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他们来到了西兰, 由哈大底线的将军硕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了大卫, 他就聚集所有的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 来到了西兰。 亚兰人摆好了阵迎击大卫, 与他交战。 亚兰人却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亚兰七百名驾驶战车的军兵, 四万寄兵, 又击杀了亚兰军队的将军硕法, 他就死在那里。 所有臣服于哈大底线的王, 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与以色列人议和, 臣服于他们。 于是亚兰人害怕, 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撒姆尔记下第十一章 过了年, 在列王出征的时候, 大卫派遣约亚和自己的臣仆 以及以色列重军一同出征。 他们歼灭了亚门人, 并且包围了拉巴。 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 有一天, 近黄昏的时候, 大卫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坪顶上散步。 他从坪顶上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 这妇人容貌美丽。 大卫派人去查问那妇人是谁。 有人说, 这不是乙怜的女儿 赫人乌丽雅的妻子拔氏巴吗? 于是, 大卫差派使者去把她接来。 她来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与她同房, 那时她的月经刚得洁净。 事后, 她就回家去了。 后来那妇人怀了孕, 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 说, 我怀孕了。 大卫派人到约亚那里说, 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 约亚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 乌利亚来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问约亚和士兵可好, 又问战场上的情形怎样。 大卫对乌利亚说, 你回家去, 洗洗脚吧。 乌利亚就离开了王宫, 随后王的一份礼物也跟着送去。 乌利亚却和她主人的臣仆一同睡在王宫门外, 没有回到自己家里去。 有人告诉大卫说, 乌利亚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 大卫就问乌利亚, 你不是从远路回来吗? 为什么不下到自己家里去呢? 乌利亚回答大卫说, 约贵,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住在棚里。 我主人约亚和我主人的臣仆都在野地安营, 我怎能回家吃喝与妻子同睡呢? 我指着王和王的生命发誓, 我绝不敢做这样的事。 大卫对乌利亚说, 你今天还留在这里, 明天我才打发你去。 那一天, 乌利亚就留在耶路撒冷。 次日, 大卫招了乌利亚来, 叫乌利亚与她一同吃喝, 使她喝醉。 到了晚上, 乌利亚出去, 与她主人的臣仆一同睡在自己的床铺上, 还是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 到了早晨, 大卫写了一封给约亚的信, 教乌利亚亲手带去。 她在信里写着说, 要把乌利亚派到战斗最猛烈的前线去, 然后你们就退到她后边, 让她被击杀。 那时, 约亚正在围城, 她知道哪里有强悍的守军, 就派乌利亚到那里去。 城里的人出来与约亚交战, 大卫的仆人中有一些倒闭了, 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于是, 约亚派人去把战事的一切情形都报告大卫。 他又吩咐那使者说, 你把战事的一切情形对王说完了以后, 王若是大怒, 则问你, 你们为什么那样靠近那城征战呢? 你们不知道敌人会从城墙上射箭下来吗? 从前击杀了耶路比赦的儿子雅比米勒的是谁呢? 不是一个妇人从城墙上把一块磨石丢在他身上, 他就死在提贝斯吗? 你们为什么靠近城墙呢? 你就回答, 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于是那使者去了, 他一来到, 就把约压拆减他所要说的一切都报告了大卫。 那使者又对大卫说, 那些人比我们强, 他们出到旷野攻打我们, 我们把他们赶回城门口, 那时射手从城墙上射王的仆人, 王的仆人中有些阵亡了, 你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大卫对那使者说, 你要对约压这样说, 不要为这件事难过, 因为刀剑有时吞灭这人, 有时吞灭那人, 你只要加紧攻打这城, 把城毁灭, 你要这样鼓励他。 乌利亚的妻子听到丈夫乌利亚死了, 就为他哀哭。 守丧旗一过, 大卫就派人去把拔士巴接到宫里, 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 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大卫所做的这事, 耶和华看为恶。 耶和华拆派拿丹去见大卫, 于是拿丹来到大卫那里, 对他说, 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 一个富有, 一个贫穷。 那富有的, 有极多牛羊, 那贫穷的, 除了买来养的一只母羊羔以外, 什么也没有。 那小羊在他家里, 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 小羊吃他的食物, 喝他杯中的饮料, 睡在他的怀里, 就像他的女儿一样。 有一个旅客来到富翁那里, 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 取一头出来, 款待到他那里来的旅客, 却取了那穷人的母羊羔, 款待到他那里来的客人。 大卫就非常恼怒那人, 对拿丹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做这事的人该死。 他必须四倍偿还这羊羔, 因为他做了这事, 又因他没有怜悯的心。 拿丹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高丽了你, 做以色列的王, 把你从扫罗的手里救了出来, 把你主人的家赐给你, 把你主人的妻妾交在你怀里, 又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 你若是还以为太少, 我还可以多多加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 行他看为恶的事呢? 你用刀击杀了赫人乌利亚, 娶了他的妻子做你的妻子, 你借着雅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 所以, 从今以后, 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因为你藐视了我, 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做你的妻子。 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要在你的眼前, 把你的妃病拿去赐给别人, 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与他们同床。 你在暗中行了这事, 我却要在所有以色列人面前, 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这事报应你。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了。 拿丹对大卫说, 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因为你做了这事, 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所以你所生的儿子必定死。 于是拿丹回自己的家去了。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 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他就害了重病。 大卫为那孩子恳求神, 并且进食。 他进房里去, 中夜躺在地上。 他家中的老侍从站在他旁边, 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却不肯, 也不与他们一起吃饭。 到了第七天, 孩子死了。 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 因为他们说, 看啊,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劝他, 他尚且不听我们的话。 现在, 我们怎么能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呢? 他会伤心欲绝的。 大卫看见他的臣仆彼此低声耳语, 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 他问臣仆说, 孩子死了吗? 他们回答, 死了。 于是, 大卫从地上起来, 洗澡, 抹膏, 更换衣服, 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 然后回到自己的宫里去, 吩咐人给他摆上饭, 他就吃了。 臣仆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你为他进食哭泣, 孩子死了, 你倒起来吃饭。 他回答,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进食哭泣, 因为我想, 也许耶和华怜悯我, 让孩子可以活着。 现在他死了, 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呢? 我还能使他回来吗? 我要到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大卫安慰他的妻子巴士巴, 进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睡。 他生了一个儿子, 大卫给他起名叫索罗门, 耶和华也喜爱他, 就拆派拿丹先知去,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给他起名叫野底底亚。 那时, 约压正在攻打亚门人的拉巴, 攻取了王城, 约压派遣使者去见大卫, 说, 我攻打拉巴, 已经攻取了水城, 现在, 请你聚集其余的人民, 安盈攻打这城, 把城攻取, 免得我攻取了这城, 人就以我的名字来叫这城。 于是大卫聚集所有的人民, 向拉巴进军, 攻打那城, 把他攻取了。 大卫从他们的王的头上, 夺取了王冠, 王冠的金子重三十五公斤, 上面看有宝石, 人把这冠冕带在大卫的头上。 大卫又从这城里带走了许多战利品, 又把那城里的人民带出去, 使他们用锯子、铁靶、铁斧做工, 或使他们在砖摇服役。 大卫对待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这样。 后来, 大卫和众人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撒姆尔记下第十三章 大卫的儿子压沙龙有一个美丽的妹妹, 名叫他玛。 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上了她。 暗嫩为了他妹妹他玛的缘故, 因爱成病。 因为他玛还是处女, 所以暗嫩看来很难对她采取什么行动。 暗嫩有一个朋友, 名叫约拿达, 是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 约拿达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 他问暗嫩说, 王子啊, 你为什么一天比一天瘦弱呢? 你可以告诉我吗? 暗嫩说, 我爱上了我兄弟压沙龙的妹妹他玛。 约拿达对他说, 你可以躺在床上装病, 你父亲来看你的时候, 你就对他说, 求你叫我的妹妹他玛来, 把食物递给我吃, 叫她在我眼前预备食物, 好使我可以看见, 也可以从她的手中取食。 于是暗嫩躺着装病, 王来看他。 暗嫩对王说, 求你叫我的妹妹他玛来, 叫她在我眼前给我做两个饼, 我可以从她的手里拿过来吃。 大卫就派人到宫里去对他玛说, 你到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 为他预备食物。 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去, 暗嫩正躺着。 他玛取了点面, 把面和好, 就在暗嫩面前做饼, 并且把饼烤熟了。 他拿过锅来, 在他面前把饼倒出来。 暗嫩却不肯吃, 他说, 叫众人离开我出去。 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 暗嫩对他玛说, 把食物带到卧房来, 我好从你的手里拿过来吃。 他玛拿着他做好的饼, 进了卧房, 到他哥哥暗嫩那里去。 他玛上到他面前给他吃的时候, 暗嫩却拉住他, 对他说:「妹妹, 来与我同情吧。」 他玛对他说:「不要, 哥哥, 不要侮辱我。 在以色列中不可做这样的事, 你不要做这丑事。 至于我, 我到哪里除去我的耻辱呢? 至于你, 你在以色列中 也会成了一个欲望的人。 现在, 请你去对王说, 他必不会禁止我归你的。」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他又比他玛有力, 就侮辱了他, 与他同情。 事后, 暗嫩非常恨他。 他对他玛的恨 比以前对他的爱更大。 所以, 暗嫩对他说:「你起来, 走吧。」 他玛却对他说:「我的哥哥, 不, 你赶我出去的这罪 比你刚才与我所行的罪更大了。」 但是, 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就叫了事后他的仆人来, 说:「把这女人从我面前赶到外面去, 然后把门锁上。」 那时, 他玛身上穿着长袖彩衣, 因为未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的。 那事后暗嫩的仆人把他赶到外面去, 然后把门锁上。 他玛把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 撕裂身上的长袖彩衣, 又把一只手放在头上, 一边行走, 一边哭叫。 他哥哥鸭沙龙问他, 是不是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 我妹妹啊, 你现在不要作声, 他是你的哥哥, 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于是, 他玛孤单凄凉地住在他哥哥鸭沙龙的家里, 大魏王听见了这一切事, 就非常生气, 鸭沙龙什么话都没有对暗嫩说。 鸭沙龙恨暗嫩, 因为暗嫩侮辱了他的妹妹他玛。 两年以后, 在以法连边界的巴黎下索, 鸭沙龙雇了人为他剪羊毛, 鸭沙龙邀请王所有的儿子到那里去, 鸭沙龙去见王说, 看哪, 现在你的仆人雇了人剪羊毛, 请王和王的臣仆与我一同去。 王对鸭沙龙说, 不, 我儿, 我们不必都去, 免得我们成为你的重担。 鸭沙龙再三勉强王去, 王还是不肯去, 只是为他祝福。 鸭沙龙说, 王若是不去, 求王让我的哥哥暗嫩与我一同去。 王问他, 为什么要他与你一同去呢? 鸭沙龙再三求王, 王就派暗嫩和王所有的儿子与他一同去。 鸭沙龙吩咐他的仆人说, 你们注意, 暗嫩酒憨而热的时候, 我对你们说, 急杀暗嫩, 你们就把他杀死。 不要惧怕, 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 你们要坚强, 做勇敢的人。 鸭沙龙的仆人就照鸭沙龙所吩咐的, 向暗嫩行了。 王所有的儿子就起来, 个人骑上自己的骡子逃跑了。 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 有消息传到大卫那里, 说, 鸭沙龙杀了王所有的儿子, 没有剩下一个。 王就起来撕裂衣服, 躺在地上。 势力在他身旁的所有臣仆, 也都撕裂衣服。 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约纳达说, 我主不要以为所有的年轻人, 王的儿子都被杀死了。 其实死的只有暗嫩一人, 自从暗嫩侮辱了鸭沙龙的妹妹塔玛那一天起, 鸭沙龙就定义要杀死他了。 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以为王所有的儿子都死了, 其实死的只有暗嫩一人。 鸭沙龙逃走了, 守望的年轻人举目观看, 看见许多人从后面山坡旁边的路而来。 约纳达对王说, 看啊,王的儿子都回来了, 正如你仆人所说的, 事情果然是这样。 他刚说完了, 王的众子就都来到了, 他们都放声大哭, 王和他所有的臣仆也都嚎啕痛哭。 鸭沙龙逃亡, 走到基数王雅米乎的儿子达玛那里去了。 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哀伤。 鸭沙龙逃亡, 逃到基数那里去, 在那里住了三年。 大卫的心不再怀恨鸭沙龙, 对暗嫩的死也不再那么难过了。 撒姆尔记下第十四章 席鸭沙龙的儿子约鸭直到王的心想念鸭沙龙, 就派人到提戈亚去, 从那里带了一位聪明的妇人来, 对她说, 你要假装沮丧的, 穿上丧服, 不要用油高抹身体, 要装成一个为死者沮丧很久的妇人, 然后进去见王, 对她这样这样说。 于是约鸭把要说的话教了她。 迪戈亚夫人进去见王, 俯伏在地, 叩拜她, 说, 王啊, 求你帮助我。 王问她, 你有什么事呢? 她回答, 我实在是个寡妇, 我的丈夫死了。 悲女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 他们两人在田里打架, 当时没有人劝开他们, 这个就击打那个, 竟把她打死了。 看啊, 现在全家族的人都起来攻击悲女, 说, 你要把那击杀她兄弟的凶手交出来, 好让我们把她处死, 以偿她兄弟的命, 也可以灭绝那继承产业的。 这样, 他们要使我所剩下的炭火, 也都熄灭了, 不让我丈夫在这世上留下名字, 或留下后代。 王对那妇人说, 你回家去吧, 我必为你下令办这件事。 提戈亚妇人又对王说, 我主我王, 愿这罪归于我和我父的家, 愿王和王的王位与这罪无关。 王说, 对你说这似的, 你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他必不会再打扰你了。 妇人说, 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不许抱血仇的人多行杀戮, 免得他们灭绝我的儿子。 王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 那妇人又说, 请允许悲虑对我主我王再说一句话。 王说, 你说吧。 妇人说, 你为什么想出这样的事来陷害神的子民呢? 王说了这话, 如果不让自己逃亡的人回来, 就是个有罪的人了。 我们都是必死的, 像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来一样。 但神并不取去人的命, 反而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致永远离开他逃亡。 现在, 我来对我主我王说这话, 是因为众民使我害怕, 所以被女想, 现在我要对王说, 也许王会成全卑女所求的。 人要把我和我的儿子从神的产业上一同消灭, 也许王会垂听, 会把卑女从那人的手下救出来。 卑女又想, 我主我王的话, 必能使我得安慰, 因为我主我王像神的使者一样, 能分辨是非。 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 王对那妇人说, 我要问你一句话, 请你不要瞒我。 妇人回答, 我主我王请说, 王问, 这一切都是约丫一手安排的吗? 妇人回答, 我指着我主我王启示, 王所说的, 丝毫不差, 这正是王的仆人约丫, 这正是王的仆人约丫吩咐我的, 这一切话也都是他教卑女说的。 王的仆人约丫这样做, 为要挽回这件事, 我主有智慧, 像神使者的智慧一样, 能知道世上的一切事。 王对约丫说, 看哪, 这事我已经同意了, 你去把那年轻人鸭沙龙带回来吧。 约丫就面福余地叩拜王, 为王祝福, 又说, 今天你仆人知道, 在我主我王眼前蒙了恩宠, 因为王成全了你仆人所求的。 于是约丫起来, 往基数去, 把鸭沙龙带回耶路撒冷。 王说, 让他回自己的家里去, 不要见王的面。 鸭沙龙就转回自己的家里去, 没有见王的面。 在全以色列中, 没有一个人像鸭沙龙那样英俊, 得人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 都没有一点缺陷。 他每年年底减法一次, 因为他头上的头发太厚, 所以把它剪下来。 他把头发剪下来以后, 总是把头发秤一秤, 按照王的砝码, 重约两公斤。 鸭沙龙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他玛, 是个容貌美丽的女子。 鸭沙龙在耶路撒冷住了两年, 都没有见王的面。 鸭沙龙派人去叫约鸭来, 要托他去见王, 约鸭却不肯来见他。 他第二次再派人去叫他, 他还是不肯来。 于是鸭沙龙对仆人说, 你们看, 约鸭的一块田和我相邻, 田里有大麦, 你们去放火烧田。 鸭沙龙的仆人就放火把那块田烧了。 于是约鸭起来, 到了鸭沙龙的家, 问他, 你的仆人为什么放火烧了我那块田呢? 鸭沙龙回答约鸭, 看啊, 我派人去见你, 说, 请你到我这里来, 我要托你去见王, 替我说, 我为什么从基数回来呢? 我若是还留在那边, 会觉得更好。 现在, 我要见王的面, 如果我有罪, 任由他把我杀死好了。 于是, 约鸭进去见王, 把这事告诉了他。 王就召见鸭沙龙, 鸭沙龙进去见王, 在王面前脸浮在地拜他, 王就与鸭沙龙亲嘴。 撒姆尔记下第十五章 这事以后, 鸭沙龙为自己预备了一辆战车和一些马匹, 又预备了五十人在他前面奔走开路。 鸭沙龙常常清早起来, 站在通往城门口的路旁, 有征送的案件要进去请王判决的人, 鸭沙龙就把他叫到跟前来, 问他, 你是从哪一座城来的? 他回答, 仆人是从以色列某一支派来的。 鸭沙龙就对他说, 你看, 你的案件有情有理, 但是王并没有伟人听你的案子。 鸭沙龙又说, 但愿有人立我做这地的审判官, 这样, 有案件或诉讼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给他公平的审判。 如果有人走进鸭沙龙要拜他, 他就伸手拉住他, 并且与他亲嘴。 所有来到王面前请求审决的以色列人, 鸭沙龙都是这样对待他们。 因此, 鸭沙龙暗中迷惑了以色列人的心。 过了四年, 鸭沙龙对王说, 求你准我到西伯伦去, 好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 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的时候, 曾经许了一个愿说, 如果耶和华使我再回到耶路撒冷来, 我就要在西伯伦侍奉他。 王对他说, 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于是他动身, 往西伯伦去了。 亚沙龙派遣探子到以色列的各支派中说, 你们一听见号角的声音就说, 亚沙龙在西伯伦做王了。 有二百人从耶路撒冷应邀与亚沙龙同去, 他们都是诚诚实实地去, 对内情一点也不知道。 亚沙龙献祭的时候, 差派人去把大卫的参谋, 基罗人亚西多福, 从他的本城基罗请来, 于是叛乱的势力越来越大, 跟随亚沙龙的人民也越来越多。 有一个报信的人来见大卫说,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 大卫就对所有在耶路撒冷与他在一起的臣仆说, 我们要起来逃走, 不然我们就不能逃避亚沙龙的面了。 要赶快离开, 恐怕他迅速赶上我们, 使灾难临到我们身上, 用刀击杀全城的人。 王的臣仆对王说, 我主我王决定的一切, 仆人都必遵行。 于是王出走了, 他的全家都跟在他的后头, 却留下十个妃病看守王宫。 王出发了, 众人都跟在他的脚后, 他们在伯莫哈停下来, 王所有的臣仆都从王的身边走过去, 所有的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和加特人, 就是从加特来跟从王的六百人, 都从王面前走过去。 王对加特人以太说, 你为什么也与我们一同走呢? 回去留在新王那里吧。 因为你是个外族人, 是个远离自己家乡逃到这里来的人。 你昨天才来, 我怎可以今天就让你与我们一同流浪呢? 现在, 我还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你回去吧, 带着你的兄弟一同回去吧。 愿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与你同在。 以太回答王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在我主我王面前启示, 无论我主我王在什么地方, 或生或死, 你仆人也必在那里。 大华对以太说, 你可以去向前走吧。 加特人以太就带着所有属他的人和与他在一起的妇人孩子都向前走。 众人向前走的时候, 遍地的人都放声大哭。 王过了吉伦西, 众人就都走上通往旷野去的路。 看啊, 萨都也来了, 所有抬神约贵的立位人都与他在一起。 他们把神的约贵放下, 雅比亚他上来, 直到从城里出来的众人都走过去了。 王对萨都说, 把神的约贵抬回城里去吧。 我若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必使我回来再看到约贵和他安居的地方。 他若是说, 我不喜悦你。 看啊, 我就在这里, 他看怎样好, 就怎样对待我吧。 王又对萨都祭司说, 你不是仙界吗? 平平安安地回到城里去吧。 你的儿子亚西玛斯和雅比亚他的儿子, 约拿丹要与你一同回去。 我会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候, 直到我接到从你们那里来的消息。 于是萨都和雅比亚他把神的约贵抬回耶路撒冷去, 并且住在那里。 大卫走上橄榄山, 他蒙着头, 赤着脚, 一边上, 一边哭。 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民, 也都蒙着头, 一边上, 一边哭。 有人告诉大卫说, 亚西多福也在压沙龙的叛党之中。 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 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鱼卓。 大卫到了山顶, 就是人敬拜神的地方。 看哪, 有雅基人护筛, 衣服撕裂, 投蒙灰尘, 在那里迎接他。 大卫对他说, 你若是与我同去, 必成为我的累赘。 如果你回到城里去, 对压沙龙说, 王啊, 我愿做你的仆人, 以前我做你父亲的仆人, 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 这样, 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 萨都祭司和亚比亚他 不是都在那里与你在一起吗? 你在王宫里听见的话, 都要告诉萨都祭司和亚比亚他。 看哪, 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在那里, 就是萨都的儿子亚西玛斯 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 你们听见的一切, 可以托他们来告诉我。 于是大卫的朋友胡筛进了城, 压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 萨摩尔记下第十六章 大卫刚越过山顶不远, 就看见米菲波社的仆人喜巴 前来迎接他。 又有一对预备好了的驴子, 驴子身上托着两百个饼, 一百个葡萄干饼, 一百个夏天的果饼和一皮带酒。 王问喜巴, 你为什么带这些东西来? 喜巴回答, 驴子是给王的家眷齐的, 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年轻人吃的, 酒是给在旷野里疲乏的人喝的。 王又问, 你主人的孙子米菲波社在哪里? 喜巴回答王说, 哎, 他还留在耶路撒冷, 因为他心里想, 以色列家会把我祖父扫罗的王国归还给我。 王对喜巴说, 看哪, 樊鼠米菲波社所有的都归给你了。 喜巴说, 我叩拜我主我王, 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大魏王来到巴护林的时候, 忽然有一人从那里出来, 他是属扫罗家族的, 名叫士美, 是基拉的儿子。 他一边出来, 一边咒骂, 用拿石头投掷大魏和大魏王所有的臣仆, 那时众人和众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世美咒骂的时候这样说, 你这流人血的人啊, 滚开, 你这无赖啊, 滚开, 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 接替扫罗做王, 耶和华已经把这罪报应在你身上, 耶和华已经把这国交在你儿子压杀龙的手里, 看哪, 你现在自取其货了, 因为你是个流人血的人。 西路亚的儿子雅比塞对王说, 为什么让这条死狗咒骂我主我王呢? 让我过去把他的头砍下来。 王说, 西路亚的儿子啊, 我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他咒骂, 是因为耶和华对他说, 你要咒骂大魏, 那么谁敢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大魏又对雅比塞和他所有的臣仆说, 看哪, 连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巡索我的命, 何况这遍崖闽人呢? 由他去吧, 由他咒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也许耶和华看见我的苦难, 就施恩于我, 以取代今天这人对我的咒骂。 于是大魏和跟从他的人, 继续在大路上往前去。 世美也沿着山坡与大魏并排而行, 一边走, 一边咒骂, 又用石头投掷他, 拿尘土养他。 王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 到了一个地方, 都觉得累了, 就在那里舒展一下。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进了耶路撒冷, 亚西多福也与亚沙龙在一起。 大魏的朋友雅基人护筛去见亚沙龙, 对他说, 愿亡万岁, 愿亡万岁。 亚沙龙问护筛, 你就以这样的慈爱带你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没有与你的朋友一同走呢? 护筛回答亚沙龙, 不, 耶和华和这名, 以及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 我应该归属他, 与他在一起。 再者, 我要侍奉谁呢? 不是前王的儿子吗? 我以前怎样侍奉你的父亲, 我现在也必怎样侍奉你。 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 你们出个主意, 我们应该怎样行才好。 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 你去与你父亲留下来看守王宫的那些非病亲近, 这样, 以色列众人听见你与你父亲已经完全决裂, 所有跟随你的人的手就都更坚强了。 于是, 有人为亚沙龙在王宫的坪顶上搭了一座帐篷, 亚沙龙就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与他父亲的非病亲近。 那时, 亚西多福所出的策略, 好像是人求问神得来的话一样。 亚西多福为大卫, 或为亚沙龙所出的策略, 都是这样。 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 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 今晚我要动身去追赶大卫, 趁他疲乏手软的时候, 忽然追上他, 使他惊慌失措, 与他在一起的人就必逃跑。 我只要单单击杀王一人, 使众人都来归你。 你所寻所的那个人一死, 众人就都归你了, 众人也可以平安无事。 亚沙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都看这事为美。 亚沙龙说, 把雅基人护筛召来, 我们也听听他怎么说。 于是护筛来见亚沙龙, 亚沙龙问他说, 亚西多福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照着他的话去行吗? 如果不可以, 请你提议吧。 护筛回答亚沙龙, 亚西多福这次计划的谋略不好。 护筛又说, 你知道你父亲和那些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 他们凶恶威猛, 好像野地里丧子的母熊一样。 并且, 你父亲是个战士, 必不会与众人在一起住宿。 现在, 他或躺在一个坑中, 或在另一个地方, 如果他首先攻击你的手下, 听见的人就必说, 跟从亚沙龙的人被杀了。 那时, 纵使有人像狮子一般勇敢, 心里也必惊慌, 因为全以色列都知道你父亲是个勇士, 跟随他的人都是英勇的人。 因此, 我建议把以色列众人从但到别士巴都聚集到你这里来, 好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然后, 你亲自率领他们上战场,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找到大卫, 就攻击他。 我们领导他像露水降在地上一样, 这样, 他和跟随他的人就一个也不会留下。 如果他退入城里去, 以色列众人就要带绳子到纳城去, 我们要把纳城拉到河里去, 使那里连一块小石头也找不到。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都说, 亚基人护筛的谋略比亚西多福的好, 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好计谋, 为要降灾祸给亚沙龙。 于是护筛对萨都祭司和亚比亚他说, 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众长老所策定的谋略是这样这样的。 我所测定的谋略又是这样这样的。 现在,你们要赶快派人去告诉大卫, 今天晚上,你不可在旷野的渡口住宿, 物要过河, 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众人都被吞灭。 那时,约纳丹和亚西玛斯停留在尹罗节, 他们不敢进城,怕被人看见。 有一个卑女经常出来,把话告诉他们, 然后,他们再去告诉大卫王。 但有一个仆人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 因此,他们两人急忙离开那里, 来到巴护林某人的家里。 那人的院子里有一口井, 他们就下到井里。 那家的主妇拿了一块大布盖在井口上, 又在上面铺了一些麦子, 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亚沙龙的陈仆到这家来见那妇人, 问他, 亚西玛斯和约纳丹在哪里? 那妇人回答他们说, 他们已经过了河了。 于是陈仆搜索他们, 却没有找着, 就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他们走了以后, 两人从井里上来, 去告诉大卫王, 对大卫说, 你们要起来, 赶快过河, 因为亚西多福已经定了这样这样的谋略攻击你们。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众人都起来, 渡过约旦河, 到了天亮, 没有一人还没有渡过约旦河的。 亚西多福见自己的谋略不被采纳, 就预备了驴子, 启程往本城自己的家去。 他安排好了家里的事, 就上吊死了, 埋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 大卫到了马哈念, 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 亚沙龙派亚马萨统帅军队, 做军队的元帅, 取代约亚。 亚马萨是以时玛丽人以特拉的儿子。 以特拉曾经与拿霞的女儿雅比该亲近过。 雅比该和约亚的母亲席鲁亚是姐妹, 以色列人和亚沙龙都在激烈地安营。 大卫到了马哈念的时候, 亚门族的拉巴人, 拿霞的儿子朔比, 罗里巴人, 雅米利的儿子马吉, 激烈的罗基林人巴西来, 带来请具, 碗盘, 瓦器, 小麦, 大麦, 面粉, 炒麦, 豆子, 红豆, 炒豆, 蜂蜜, 奶油, 绵羊和乳酪送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 因为他们说, 这些人在旷野一定又饥饿, 又疲倦, 又口渴了。 撒摩尔记下第十八章, 大卫数点了跟随他的人, 一例千夫长, 百夫长率领他们, 大卫派遣众人出战, 三分之一在约亚手下, 三分之一在约亚的兄弟, 席鲁雅的儿子雅比山手下, 三分之一在加特人以泰手下。 大卫对众人说, 我也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众人却说, 你不可以出战, 因为如果我们逃跑, 他们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即使我们死了一半, 他们也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因为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们一万人, 所以你最好还是留在城里, 随时支援我们。 王对他们说, 你们看怎么好, 我就怎样做吧。 于是王站在城门旁边, 众人组成百人一对, 或千人一对出发了。 王吩咐约亚, 雅比筛和乙太说, 为我的缘故, 你们要宽戴那年轻人压杀龙。 王为压杀龙吩咐众将领的话, 众人都听到了。 众人出到田野迎战以色列人, 战争发生在以法连的树林里。 在那里, 以色列人在大卫的臣仆面前被打败了。 那天被杀的人很多, 共有二万人, 战士在那里蔓延到全地。 那一天, 树林所吞灭的, 比刀剑所吞灭的更多。 压杀龙偶然遇上了大卫的臣仆, 那时, 压杀龙骑着骡子。 骡子从一棵大橡树茂密的树枝下经过。 压杀龙的头发被橡树枝紧紧勾住, 它就掉在空中。 它所骑的骡子却跑开了。 有一个人看见了, 就告诉约压说, 看呐, 我看见压杀龙悬在一棵橡树上。 约压对那向他报告的人说, 你既然看见了, 为什么不当场把他击杀, 落在地上呢? 那样, 我就赏赐你114克银子和一条腰带。 那人回答约压, 就是粮11公斤银子放在我手中, 我也不敢伸手伤害王的儿子, 因为我们亲耳听见王吩咐你, 亚比塞和乙太说,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照顾那年轻人压杀龙。 我若是胆大妄为伤害了他的性命, 那时你也不会维护我。 约压说, 我不能与你这样耽误时间。 于是, 约压手里拿起三根短毛, 趁压杀龙还悬挂在橡树上的时候, 就刺透了他的心。 给约压拿武器的十个年轻人, 围着压杀龙, 攻击他, 把他杀死。 约压吹响号角, 众人就回来, 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约压拦阻众人继续追赶。 他们把压杀龙的尸体抬起来, 丢在树林中的一个大坑里, 又在上面堆起一大堆石头。 以色列众人都逃跑, 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压杀龙生前曾在亡谷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 因为他想, 我没有儿子纪念我的名字, 他就以自己的名字称那石柱, 因此人称那石柱为压杀龙柱, 直到今日。 萨都的儿子雅西玛斯说, 让我跑去, 把这好消息向王报告, 就是耶和华已经把他 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了。 约压对他说, 你今天不可去报消息, 改天才可以去报。 你今天不可去报消息, 因为王的儿子死了。 于是约压对一个古石人说, 你去把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吧。 那古石人叩拜了约压, 就跑去了。 萨都的儿子雅西玛斯又对约压说, 不管怎样, 请让我也跟着那古石人跑去。 约压说, 你为什么要跑去呢? 我儿, 你是不会得到报消息的赏赐的。 不管怎样, 请让我跑去。 于是约压对他说, 你跑去吧。 亚西玛斯就沿着约旦河大道跑去, 赶过了那古石人。 那时, 大卫正坐在内外城门中间的地方, 守望的人上到城楼的平顶上, 举目观看, 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守望的人就喊叫, 把这事告诉王。 王说, 他若是单独一人, 必是来报好消息的。 那人越走越近了。 后来, 守望的人又看见另一个人跑来, 就对守城门的人喊叫, 说, 看啊, 又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王说, 这也必是来报好消息的。 守望的人说, 我看前头那人的跑法, 好像萨都的儿子亚西玛斯的跑法一样。 王说, 他是个好人, 必是带好消息来的。 亚西玛斯向王呼叫说, 平安。 就脸浮于地, 叩拜王说, 约赫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已经把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你了。 王问, 那年轻人压杀龙平安不平安? 亚西玛斯回答, 约压差派王的仆人, 就是你的仆人我来的时候, 我看见有大动乱, 却不知道是什么事。 王说, 你退到一旁, 站在那里。 他就退到一旁, 站在那里。 那古识人也到了, 他说, 有好消息报给我主我王, 今天耶和华已经救你脱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人的手了。 王问古识人, 那年轻人压杀龙平安吗? 古识人回答, 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来攻击你伤害你的人都像那年轻人一样。 王悲痛的全身发抖, 就上城楼去哀哭, 他一面走一面这样说, 我儿压杀龙啊, 但愿我替你死, 压杀龙啊, 我儿, 我儿啊。 有人告诉约压, 看啊, 王正在为压杀龙悲哀哭泣。 那一天, 众人胜利的欢乐变成了悲哀, 因为他们听说王为他的儿子伤痛。 那一天, 众人偷偷进城, 就像军人从战场上逃跑, 羞愧地偷偷回来一样。 王蒙着脸, 大声哀哭, 说, 我儿压杀龙啊, 压杀龙, 我儿, 我儿啊。 约压进了屋子去见王, 说, 你所有的臣仆今天救了你的性命, 和你儿女妻世的性命, 你今天却是他们满面羞愧。 你爱那些恨你的, 恨那些爱你的, 因为你今天表明了你不重视将帅和臣仆。 我今天才明白, 如果压杀龙活着, 我们大家都死去, 你就欢喜了。 现在, 请你起来, 出去, 说些安慰你仆人们的话。 我指着耶和华启示, 如果你不出去, 今夜就必没有一人留下来与你在一起, 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祸患更厉害了。 于是, 王起来, 坐在城门口, 有人告诉众民说, 看啊, 王坐在城门口。 于是, 众人都来到王的面前。 以色列人已经逃跑, 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以色列众支派的人都纷纷议论说, 王曾经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又救了我们脱离非历史人的手, 现在, 他却躲避压杀龙, 离开这地逃走了。 我们所高丽统治我们的压杀龙, 已经在战场上死了。 现在, 你们为什么不出声请王回来呢? 大魏王派人去见萨都祭司和雅比亚他, 说, 你们要对犹大的众长老说, 你们为什么在请王回宫的事上, 落在人后头呢? 全以色列请王回宫的话, 已经传到王和王宫那里去了。 你们是我的兄弟, 我的骨肉至亲, 为什么在请王回来的事上, 倒落在人后头呢? 你们又要对亚马萨说, 你不是我的骨肉至亲吗? 我若不立你代替约压, 在我面前做军队的元帅, 愿神重重地惩罚我, 并且加倍严厉地惩罚我。 这样, 大魏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 好像义人的心。 于是, 他们差派人去见王, 说, 请你和你的众臣仆都回来。 王就回来, 到了约旦河, 犹大人也来到吉甲, 要去迎接王, 接王过约旦河。 巴护陵的遍雅敏人, 基拉的儿子士美, 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魏王。 与士美同来的有一千遍雅敏人, 还有扫罗家的仆人喜巴, 和他的十五个儿子, 以及二十个仆人, 他们都冲过约旦河去迎接王。 有人渡过渡口, 把王的家眷接过去, 并且照着王的心意去做。 大魏过约旦河的时候, 基拉的儿子士美, 俯伏在王面前, 对王说, 我主我王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一天, 你仆人所犯的错, 现在求我主不要归罪于我, 求你不要纪念, 求王也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你的仆人知道自己犯了罪, 所以你看, 在约瑟全家之中, 今天我是第一个下来迎接我主我王的。 习路亚的儿子雅比筛回答说, 士美咒骂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岂不该因此把他处死吗? 大魏说, 习路亚的儿子们啊, 我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你们竟与我作对。 今天在以色列中, 岂可有人被处死呢? 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我做以色列的王吗? 于是王对士美说, 你一定不会被处死。 王又向他启示, 扫罗的孙子米菲波社也下去迎接王。 他自从王出走那天, 直到王平平安安回来的日子, 都没有修脚, 没有刮胡子, 也没有洗衣服。 他从耶路撒冷来迎接王的时候, 王问他, 米菲波社啊, 你为什么没有与我一同离开呢? 他回答, 我主我王, 你仆人是瘸腿的。 那天, 我心里想, 我要预备驴子, 可以骑上与王一同离开。 但是, 我的仆人却欺骗了我,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毁谤你仆人。 但我主我王像神的使者一样。 现在,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行吧。 因为我祖父全家的人, 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不得什么, 都不过是该死的人。 你却使仆人在你席上与你一同吃饭, 我还有什么权利, 在向王哀求什么呢? 王就对他说, 你为什么在提你的事呢? 我已经决定, 你与喜巴要均分那地。 米菲波社对王说, 我主我王既然已平平安安回宫, 所有的一切, 就都任凭喜巴拿去好了。 激烈人巴西来也从罗基林下来, 与王一同过约旦河, 要在约旦河边给王送行。 巴西来年纪非常老迈, 已经八十岁。 王住在巴护林的时候, 是他供养王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王对巴西来说, 你与我一同过河去, 在耶路撒冷与我同住, 我要供养你。 巴西来对王说, 我活着的年日还能有多少? 可是我与王一同上耶路撒冷呢? 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 还能分别美丑吗? 你仆人还能尝出吃喝的味道吗? 我还能细听男女歌手的声音吗? 你仆人为什么要负累我主我王呢? 你仆人只不过与王一同过约旦河。 王, 为什么要这样赏赐我呢? 请让你仆人回去, 好死在我自己的城里, 埋葬在我父母的坟墓旁。 看啊, 你仆人惊寒在这里, 请让他与我主我王一同过河。 你看怎么好, 就怎么带他吧。 王说, 金汉可以与我一同过河, 你看怎么好, 我就怎么带他。 你向我所要求的, 我都必为你成全。 于是众人都渡过约旦河, 王也渡过了。 王与巴西来亲嘴, 为他祝福, 巴西来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王过了河到了吉甲, 金汉也与王一同渡河。 所有的犹大人和半数以色列人, 也都与王一同渡河。 以色列众人都来见王, 问王说, 我们的兄弟犹大人, 为什么把你偷去了? 把王和王的家眷接过约旦河呢? 属大位的人, 不都一样是他的人民吗? 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 因为王与我们的关系亲密, 你们为什么因这事而生气呢? 我们从王那里得到什么吃的呢? 或是他给了我们什么礼物呢? 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 在王的事上, 我们有十分的投入, 在大卫身上, 我们也与大卫比你们更有勤奋, 你们为什么轻视我们呢? 先说要请我们的王回来的, 不是我们吗? 但是犹大人的话, 比以色列人的话更强硬。 撒姆尔记下第二十章 在那里恰巧有一个流氓, 名叫士巴, 是汴亚敏人比基利的儿子, 他吹号角说, 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无粪, 在耶稀的儿子身上无干, 以色列人啊, 各回自己的帐篷去吧。 于是, 以色列众人都上山去, 不跟随大卫, 却跟随了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犹大人却紧紧跟随他们的王, 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 大卫王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宫里, 就把以前留下来看守王宫的那十个妃病捉起来, 关在禁宫里。 王供养他们, 却不再亲近他们。 他们被禁闭, 过着寡妇一般的生活, 直到死的日子。 王对亚马萨说, 你要在三天之内把犹大人召集到我这里来, 你自己也要在这里。 亚马萨就去召集犹大人, 他却担言超过了王限定的日期。 大卫对亚比筛说, 现在比基利的儿子士巴要加害我们, 比亚沙龙更甚。 你要带着你主人的仆人去追赶他, 免得他找到了设防的城镇, 就避过我们的眼目, 从我们的手中逃脱了。 于是约亚的人, 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和所有的勇士, 都跟随亚比筛出去。 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 追赶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他们到了鸡变的大盘石那里, 亚马萨来与他们会合。 那时, 约亚穿着战衣, 腰间竖着配刀的袋子, 刀在翘里。 他往前走的时候, 刀掉了下来。 约亚对亚马萨说, 我的兄弟, 你好吗? 约亚用右手握住亚马萨的胡子, 要与他亲嘴。 亚马萨没有防备 约亚手中的刀。 约亚用这刀刺进他的肚子, 他的内脏就留在地上。 不用再刺第二刀, 亚马萨就死了。 约亚和他的兄弟亚比筛 继续追赶比基利的儿子是吧。 约亚的仆从之中, 有一个人站在亚马萨的尸体旁边, 说, 谁喜欢约亚, 谁归顺大位, 就当跟随约亚去。 亚马萨在大道当中滚在自己的鞋里, 那人看见经过的众人都站住, 就把亚马萨的尸体从大道上拖到田里, 又扔一件衣服把它盖住, 因为他看见众人来到亚马萨的尸体旁边都站住。 尸体从大道上挪去以后, 众人就都过去, 跟随约亚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是吧。 是吧走遍以色列各支派, 直到伯马家的雅比拉和比利人的全境, 他们聚集起来跟随他, 所有跟随约亚的人都来了, 把士拔围困在伯马家的雅比拉, 他们对着城, 煮起攻城的土垒, 高度与城的外墙一样, 他们撞击城墙, 要把城墙撞倒。 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在城墙上呼叫, 请听,请听, 请你们对约亚说, 请你走进这里, 我有话对你说。 约亚走进妇人那里, 妇人问, 你是约亚吗? 她回答, 我是。 妇人对她说, 请听悲女的话。 她说, 我正在听。 妇人说, 古时人常说, 只要在雅比拉求问, 是就必成全。 我在以色列中是和平信实的人, 你却设法毁灭这座以色列的母城, 你为什么要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 约亚回答, 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会吞灭, 也不会毁坏, 事情不是这样的。 只因以法连山地, 有一个人名叫士巴, 是比基利的儿子, 他举手攻击大魏王, 你们只要把他一人交出来, 我就离开这城。 妇人对约亚说, 看呐, 那人的头, 必从这城墙上丢给你。 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见众人, 他们就把比基利的儿子士巴的头砍下来, 丢给约亚。 约亚吹号角, 众人就离城散开, 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约亚也回耶路撒冷去见大魏王。 约亚做以色列所有军队的统帅,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亚多兰管理做苦工的人, 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侍法做书记, 萨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 亚亚人以拉也做大魏的祭司。 撒姆尔记下第21章 大魏在位的日子, 有连续三年的饥荒, 大魏就寻求耶和华的面。 耶和华说, 这是因为扫罗和扫罗家流人血的罪, 因为他曾经杀死了鸡变人。 原来鸡变人不是以色列人, 而是亚摩利人中余生的后人。 以色列人曾经启示与他们立约, 但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 设法要击杀他们。 王把鸡变人召了来, 对他们说话。 大魏问鸡变人,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我该用什么来赎罪? 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 鸡变人回答大魏, 我们与扫罗和他家的事都与金子银子没有关系, 我们也不愿以色列中有一个人被杀。 大魏问, 那么你们说, 我当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回答王, 从前破坏我们, 谋害我们, 要消灭我们, 使我们不能在以色列境内立足的那人。 现在, 请你把他子孙中的七个男丁交给我们, 我们可以在击变耶和华的身上, 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处决。 王说, 我必交给你们。 王顾喜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舍, 因为大魏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曾经在耶和华面前有过誓约。 于是, 王逮捕了艾亚的女儿, 利斯巴为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 亚摩尼和米菲波舍和扫罗的女儿米拉为米荷拉人巴西莱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 把他们交在鸡变人的手里。 鸡变人就在山上耶和华面前把他们处决。 这七人就一同倒闭了。 他们被处死的时候, 正是收获季节之初, 就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 艾亚的女儿利斯巴拿了一块麻布, 为自己铺在磐石上。 从开始收割的时候, 直到雨水从天上倾倒在他们的尸身上的时候。 白天, 它不让空中的飞鸟落在尸身上, 夜间不让田间的走兽来遭见他们。 有人把扫罗的妃子, 艾亚的女儿利斯巴所做的这事告诉了大卫。 大卫就去把扫罗的骸骨和他儿子约纳丹的骸骨 从基列亚比人那里搬回来。 原来, 菲利斯人从前在基利波山击杀扫罗那一天, 就把他们二人的尸体挂在博山的广场上。 基列亚比人却把他们偷了去。 大卫把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上来, 又有人收敛了那些被处决者的骸骨。 他们把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的骸骨埋葬在汴亚敏地的喜拉, 在扫罗父亲基氏的坟墓里。 王所吩咐的一切, 众人都行了。 这是以后, 神垂听了人们为纳帝的祷告。 菲利斯人与以色列人又有了战事。 大卫和跟随他的臣仆一同下去, 要与菲利斯人征战。 大卫疲倦了。 他们住在哥伯。 有一个人是巨人的儿子, 他的铜毛有三公斤半重。 又佩戴着新刀。 他想要击杀大卫。 习鲁亚的儿子雅比塞帮助了大卫。 雅比塞击打那菲利斯人, 把他杀死了。 那时, 跟随大卫的人向他启示说, 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去打仗, 免得以色列的灯熄灭了。 后来, 以色列人又在哥伯与菲利斯人征战。 那时, 护杀人西比盖击杀了巨人的一个儿子萨弗。 在哥伯又在与菲利斯人征战。 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击杀了加特人哥利亚。 这人的毛杀好像织布的鸡轴那么粗大。 在加特又有一场战事, 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 手脚都各有六个指头。 总数是二十四个, 这人也是巨人所生的。 这人向以色列人骂朕。 大魏的哥哥是米亚的儿子约拿丹, 把他击杀了。 以上这四个人, 都是加特城里那个巨人所生的, 都死在大魏和大魏臣仆的手下。 在耶和华拯救大魏脱离所有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唱出这首歌的歌词。 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助,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我的盾牌, 我救恩的脚, 我的高台, 我的避难所, 我的救主。 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我向那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呼求, 就得到拯救, 脱离我的仇敌。 死亡的波浪环绕我, 毁灭的急流淹没了我, 阴间的绳索围绕着我, 死亡的网罗迎面而来。 极难临到我的时候, 我求告耶和华, 我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呼求进了他的耳中。 那时, 大地摇汗震动, 天的根基也都摇动, 他们摇汗是因为耶和华发怒, 浓烟从他的鼻孔往上冒, 烈火从他的口中喷出来, 连炭也烧着了。 他是天下垂, 亲自降临, 在他的脚下黑云密布, 他乘着基禄帛飞行, 借着风的翅膀急飞, 他以黑暗做他的隐秘处, 他以浓黑的水气, 就是天空的密云, 做他四周的围杖。 从他面前发出的光辉, 火炭都烧起来。 耶和华从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他射出箭来, 使他们四散, 他发出闪电, 使他们混乱。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 他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强敌, 脱离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在我遭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支持。 他又领我出去, 到那宽阔之地, 他搭救我, 因为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 报答我, 照着我手中的清洁回报我。 因为我谨守了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因为他的一切典章, 常摆在我面前。 他的律例, 我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 我也谨守自己, 脱离我的罪孽。 所以,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 照着我, 在他眼前的清洁回报我。 对慈爱的人, 你显出你的慈爱。 对完全的人, 你显出你的完全。 对清洁的人, 你显出你的清洁。 对狡诈的人, 你显出你的技巧。 谦卑的人, 你要拯救。 你的眼睛, 察看高傲的人, 要使他们降卑。 耶和华啊, 你是我的灯。 耶和华照明了我的黑暗。 借着你, 我攻破敌军。 靠着我的神, 我跳过墙远。 这位神, 他的道路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 是炼镜的。 凡是投靠他的, 他都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这位神, 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他使我的道路完全。 他使我的脚像母鹿的蹄, 又使我站稳在高处。 他教导我的手怎样作战, 又使我的手臂可以拉开铜弓。 你把你救恩的盾牌赐给我, 你的回答使我畅大。 你使我脚底下的路径宽阔, 我的两膝动摇。 我追赶仇敌, 把他们追上, 不消灭他们, 我必不归回。 我吞灭他们, 重创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 你以能力给我束腰, 使我能够作战。 你又使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都屈服在我的脚下。 你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备逃跑, 使我可以歼灭恨我的人。 他们呼叫, 却没有人拯救。 就算向耶和华呼求, 他也不答应他们。 我捣碎他们, 向地上的尘土。 我打碎他们, 践踏他们, 向街上的烂泥。 你救我脱离了我民的征镜。 你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我不认识的人民要服侍我。 外族人都向我假意归顺, 他们一听见就服从我。 外族人大势已去, 战战兢兢地 从他们的要塞走出来。 耶和华是永活的, 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拯救我的神, 我的磐石是应当被尊为至高的。 他是那位为我深渊的神, 他是万民浮在我的脚下。 他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你还把我高举起来,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又救我脱离了强暴的人。 因此, 耶和华啊, 我要在列国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又向他的受高者施慈爱, 就是向大卫和他的后裔诗慈爱, 直到永远。 撒姆尔记下第23章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耶稀的儿子大卫的宣告, 被高举的人的宣告。 大卫是雅各的神所高丽的, 是以色列美妙的诗人。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 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 以色列的神说, 以色列的磐石告诉我, 那以公义统治人的, 那存敬畏神的心施行统治的。 他必向续日升起的光芒, 向无云的早晨, 向雨后的晴朗, 使地长出绿草。 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 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 这约安排了一切, 稳固妥当。 我的一切救恩, 一切愿望, 它不都成全吗? 流氓却向荆棘被丢弃, 人不敢用手拿它。 人要碰它, 必须带背铁器和枪杆。 他们要在原地被火彻底烧毁。 以下是大魏勇士的名字, 他革门人约瑟巴赦是三勇士的首领, 又称为伊斯尼人雅底诺。 他曾在一次战役中杀死了八百人, 其次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萨。 从前, 非利士人在巴斯达敏聚集要征战, 与大魏一同去向他们骂阵的三个勇士, 其中之一就是以利亚萨。 那时, 以色列人向上撤退, 他却起来, 击杀非利士人, 直到他的手疲乏无力, 紧贴在刀把上。 那一天,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获得了大胜利。 众人转到以利亚萨后面, 只顾剥夺死者的财物。 再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玛。 非利士人聚集在利西, 那里有一块田地长满了红豆。 众人都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走, 沙玛却在那块田地中间站稳脚步, 保护了那块田, 又击杀了非利士人。 耶和华又使以色列人获得了大胜利。 收割的时候, 三十个首领中, 有三个人下到雅度兰洞那里去见大卫。 有一对非利士人在立法英谷安营, 那时大卫在山寨中, 非利士人的驻军却在伯利恒。 大卫渴望说, 但愿有人把伯利恒城门旁边井里的水拿来给我喝。 那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从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里打水, 把水取上来, 带到大卫那里。 大卫不肯喝, 却把水浇垫在耶和华面前。 大卫说, 耶和华, 我绝对不可做这事。 这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水。 这水不是他们的血吗? 因此, 大卫不肯喝那水。 这些是那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席鲁雅的儿子约鸦的兄弟雅比筛是三十勇士的首领, 他曾挥舞毛枪杀死了三百人, 因此他与三勇士齐名。 他的荣誉比那三十勇士高, 所以成为他们的领袖, 不过却不及三勇士。 贾薛人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是一个戾气很大的人, 做过许多大事。 他曾经击杀了摩鸦人的两个勇将, 又在下雪的时候, 下到坑里去击杀了一只狮子。 他还击杀了一个体格高大的埃及人。 这埃及人手里有毛, 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与他对抗。 结果他把埃及人手中的毛枪夺了过来, 用那毛枪杀死他。 这些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做的事, 他与三勇士齐名。 他的荣誉比那三十勇士高, 不过却不及三勇士。 大卫立他做侍卫长。 三十勇士中有约压的兄弟亚萨黑, 伯利恒人躲多的儿子伊勒哈南, 哈绿人沙玛, 哈绿人以利加, 帕勒提人希利斯, 提哥雅人一级的儿子以拉, 亚纳图人亚比乙穴, 护沙人弥本乃, 亚和人萨门, 尼陀法人马哈来, 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 汴亚敏子孙基亚比人历拜的儿子以太, 比拉顿人比拿亚, 加石西人希太, 伯亚拉巴人亚比亚本, 巴鲁米人亚斯马弗, 沙本人以利亚哈巴, 亚善的儿子约拿丹, 哈拉人沙玛, 哈拉人沙拉的儿子亚西安, 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 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 加密人希斯莱, 亚巴人帕莱, 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身, 迦德人巴尼, 亚门人喜乐, 比律人拿哈来, 拿哈来是给西路亚的儿子约压拿冰器, 以铁人以拉, 以铁人加利, 赫人乌利亚, 共有三十七人。 撒姆尔记下第二十四章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激动大卫, 使他们受害, 说, 你去数点一下以色列和尤导的人数吧, 王就对约压和跟随他的军官说, 你们走遍以色列各支派, 从旦到别士巴, 数点人民, 我好知道人民的数目。 约压回答王, 无论人民有多少, 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增加一百倍, 又愿我主我王亲眼看见, 不过, 我主我王为什么喜欢这事呢? 但是, 王的命令, 约压和众军官不敢不从, 于是, 约压和众军官从王面前出去, 赎点以色列的人民, 他们过了约旦河, 就在古中内座亚罗尔城的右边安营, 后来他们经过迦德, 直到雅谢, 然后又到了基列和他亭和氏地, 再到了旦亚安, 并绕过了西顿, 来到推罗的堡垒, 以及西魏人和迦南人所有的城市, 最后他们出到犹大的南端别士巴去了, 以后他们走遍了全地, 过了九个月又二十天, 就回到耶路撒冷, 约压把数点人民的数目向王承报, 在以色列中, 能拔刀的勇士共有八十万人, 犹大共有五十万人, 大魏数点了人民以后, 良心一直不安, 于是对耶和华说, 我做了这事犯了大罪, 耶和华啊, 现在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 因为我做了非常糊涂的事。 大魏早晨起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迦德先知, 就是大魏的先见, 说, 你去告诉大魏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给你三个选择, 你要选择一个, 我好向你施行。 于是迦德来见大魏, 问他说, 你要国中七年的饥荒呢? 或是要在你敌人面前逃跑, 被追赶三个月呢? 或是要国中有三天的瘟疫呢? 现在你要想想, 决定我该用什么话回复那拆我来的。 大魏对迦德说, 我非常为难, 我们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不要让我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 耶和华将瘟疫在以色列地, 从早晨直到锁定的时间, 从淡到别墅巴, 众民中死了七万人。 当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 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和华就后悔将这灾祸, 就对那毁灭众民的天使说, 够了, 现在驻守吧。 那时, 耶和华的天使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河场那里, 大魏看见那击杀人民的天使, 就对耶和华说, 犯了罪的是我, 行了恶的是我, 这群羊又做了什么呢? 求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富家吧! 那一天, 迦德来见大魏, 对他说, 你上去, 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河场那里, 为耶和华立一座祭坛。 大魏就照着迦德的话,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地上去了。 亚劳拿往下观看, 看见王和他的臣仆正朝着他这边走过来, 就出去迎接, 脸浮于地向王叩拜。 亚劳拿问, 我主我王为什么来到你仆人这里呢? 大魏回答, 是要向你买这打河场, 好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 使民间的瘟疫可以止住。 亚劳拿对大魏说, 我主我王看什么好, 就拿去线上吧。 看哪, 这里有牛可以做繁迹, 打河的器具和套牛的饿可以当柴烧。 王啊, 这一切亚劳拿都奉给你。 亚劳拿又对王说, 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 王回答亚劳拿, 不, 我一定要按价钱向你买, 我不要用白白得来的做繁迹献给耶和华我的神。 于是大魏用五百七十克银子, 买下了那打河场和牛。 于是大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献上繁迹和平安迹。 这样, 耶和华垂听了人们为纳帝的祷告。 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止住了。